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妈妈 喂 浩仔 妈妈 你今天做什么要送给我吃啊 今天妈妈做一个很特别的鸡 叫做泥姿鸡给你吃 是不是十分好吃啊 没问题 浩仔 妈妈给你一粒泥姿给你吃 好 嗯 我知道你最喜欢吃泥姿的了 嗯 Good 奶奶 喂 浩仔 为何阻止泥姿在这里煮东西 你做了功课了吗 做什么 还快点去做 乖 是啊 刚才我帮浩仔说 今天做一个特别的泥姿鸡 泥姿鸡 嗯 做这个鸡呢 泥姿鸡很容易的 你用什么生果都可以 不过这个鸡呢 我们还没做之前 所以先 temper定一调 腌了呢 只有两笋酱油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家煮的的 那一笋酱油 还有呢 zero就是那个 �우 그렇죠 这个就是芋油 半小匙的芋油 胡椒粉 和一点胡椒粉 这是半只鸡来的 半只鸡二无耳酱油 半小匙的芝麻油和一些胡椒粉 先拌均匀 一定要先拌均匀 这样的材料会让肉吸收 腌一下腌一下 腌一下腌一下 让它入味 对 这样就会更美味 除了这些,我们还可以用的是一罐的泥芝 一罐头的泥芝是有水的 这个水不要倒掉 这个水就流起来 这样用这个汁稍后煮 哇,特别好吃 还有用到就是蒜头米,葱头仔 还有一些姜 姜 紫姜 全部帮它刮起来 还有就是辣椒 你做得用甜辣椒 那些灯笼椒都可以 这个是一些葱 还有一些包粟粉 一会儿用来打圈的 这里还有一些就是它的汁料 这个汁料是甜鲜的 就是用到两大匙的 那个叫做 辣椒酱 辣椒酱 两大匙的那些 蜜茄酱 这个就是半杯的泥芝汁 泥芝汁 还有半杯的水 清水 半杯的水 那么我们的鸡 被腌了差不多有20分钟到30分钟 我们就做得用来炒的了 哦 烧热那个锅 然后呢 就倒我们的海红油下去了 记得啊 Vionne 我们就饰呢 一定要用这个海红油 因为它好 天然嘛 嗯 没有人做色素 啊 哈哈 又 没有胆固醇 有很豐富的维他命E 嗯 就饰起来的时候 又不会说 做到我们的厨房黏黏黏黏了 香 有花生油 还有芝麻油 对了 就把我们的油呢 煮好去先 嗯 等它的油好热了之后 我们只说放我们的鸡肉去炒 我们炒之前 我们只说放我们的包酥粉 你提早放下你的包酥粉 那包酥粉 它就 因为这里有水嘛 它又会流出来 哦 就看不到了 就是要炒才来 是的 放下去 现在我们的油就热了 油就热了 那现在我们的粉就做得 撒上它 你一撒上它就这样 轻轻 把它搅拌一搅 哦 你看那个鸡肉 它上面 它就会被这个粉 粉黏住 这样一旦皺起来 它上面就会有一层脆脆的 它又特别香 就是这样 嗯 嗯 现在我们做得放下去炒了 一块就炒 不要全部放下来 你一块一块放下来 就一块一块放下来 对 一块一块放 因为它有粉 如果你全部一起放下来 它很容易就 黏在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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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把这个鸡 我们把鸡 走到它变成金黄色 就是熟透 熟透的了 一会儿我们煮汁的时候 不需要煮那么久 煮一煮汁 让我们的鸡肉黏住就可以了 哦 这个鸡肉呢 金黄色了 你知道它熟了 我们就可以拿起来 嗯 不需要太大火的吧 嗯 我们因为咒很多嘛 所以你用大火都无所谓 以防替小火 中火来说 你经它这个鸡肉 它会出水 哦 它不够大火 它会出水 那么出水就变成 咒起来的鸡就干干 咒到它熟了 咒到它黄了 它就干干 干身 嗯 硬啊 嗯 所以很多人说 那为什么煮到的鸡 很干 就是因为 你咒替久了 哦 火 小 咒到它黄 里面就干了 现在呢 我们就做得 可以了 现在我们就要煮了 那煮的时候呢 我用到蒜头米 葱头仔 还有一些纸姜 纸姜 是的 我先把这三用东西爆香 这里的油就不需要那么多 因为刚才炒了鸡 鸡上边也有油 将这些料 全部放进去爆一下 让它起香 要爆香 是 我们要做一个甜酸酱 现在我们做得加我们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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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 蕃茄酱啊 你再拿一个匙筋 匙筋 全部放進去 不過這個跟上星期不同 你看我們沒有放那麼多 什麼鬼佬豉油這些東西 因為你放進去 你又吃不到這個泥芝的香味了 就會蓋住泥芝蒙 是 還有就是半杯的水 讓你多一點醬汁 這個醬汁用來拌勻 很好吃的 剛才忘記留一些粉來混合這些水 我想你多一點水混合下去就可以了 混在這裡 全部融掉是不是 全部融掉 會不會多了 因為沒有相關 如果不夠的話 待會再加一些粉 現在我們先將水煮滾 剛才打一個芡 因為這個雞也熟了 荔枝是熟了的 所以我們最後才說放 不需要用來煮得很久 現在就可以倒下去了 對 如果是我們還沒煮滾 我們還打了蟹下去的話 就會煮得很濃稠 對吧 就是因為它會… 不會這麼濃稠 可以攪拌很久才會濃稠 現在馬上就濃稠了 對吧 就是這樣的 就是这样的 现在我们可以加鸡和泥芝一起放进去 鸡和泥芝一起放进去 这个泥芝和鸡放进去 还有泥芝油一起放进去 这道菜一定可以看到一些汁 因为这个汁很好吃的 用来拌粉一流 现在我们可以加我们的辣椒 这个辣椒 你也可以用甜辣椒 你也可以用这个辣椒 因为它有很多汁 可以用一个深一点的碗 这样就完成了 你先试一下够不够味 用匙羹来试一下够不够味 我经常说 如果是主菜一定要试味 你试一下吧 够了吗 够了吗 好香荔枝味 好香荔枝味 对呀 荔枝鸡 我给你拿着 好的 荔枝鸡 这个蚝仔一定喜欢的 刚才我给你说 比起吃一粒荔枝 都不知多喜欢 多喜欢 它根本就是要进来拿菜吃 好香 哈哈哈哈 荔枝呢 但是小孩都喜欢吃的 是 好香 好香荔枝 所以你先不要煮荔枝 煮荔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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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已经熟了 熟了 熟了 生果的东西 就是生生都可以吃的 好 好 现在我们做得 撒一点 葱 撒一点葱 撒一点葱 因为它是红一点 它红了 我们来撒一点 青青的葱 刚才那些辣椒 就做得多一点在上面 那用这个 你的迷笑牙 比较好一点 噢 吸引人 是的 哈哈 嗯 这个呢 这个是我们的红木芫荽 红木芫荽 红木芫荽 可以加多一点 看起来 青一点 餐餐 餐餐 用海和 猪菜 十分好吃 餐餐 吃饭 优优独播 吃饭